預約豪門媳婦 Makio追愛國產二壽 30歲的Makio甩掉前年 最愛的友記龍輝 不認約會兩年都回尼南 拼命強調自己單身 原來是想飛上天空來拔的 國產實業的副董林建函 7月27號下午 本刊之急 收納海賊王玩具 正式出橡膠氣球招式的Makio 坐進了一輛走後許久的冰室 透過擋風玻璃 哎呀 看到這女孩 心花怒放的模樣超閃亮 而戴著眼鏡看來老實的駕駛 正是國產實業的二掌櫃林建函 兩人到美式餐廳採買外帶後 進入了一處豪宅 在豪宅裡酒足飯把後做什麼 依照慣例自行腦補這些 直到凌晨 林建函才將Makio送回家 只是離家門短短50公尺的路程 Makio像在走秀一樣 不斷轉身對著林建函叫笑 But 南方瞬間就把車回轉好了 央長而去 据了解 35 歲的林建函背景雄厚 是不少未婚女性鎖定的黃金單身汗 但因為太窄 遲遲沒有交女友 這回他選擇和Makio展開戀情 讓友人們都很驚訝 林建函的朋友還說 感覺Makio好像很想趕快嫁給他 當然了 豪門情緣不是人人都有機會的 歷經許多風雨 Makio當然得要雙長手緊抓不放了 謝謝你 Makio